服裝啊 背件啊 帽子啊 然後就是台北買不到的 台北買不到的東西 其實我要買的東西都是要快的一種 要趕快買不讓你買不到 有機會幫你比較 如果你速度慢接下來就是貨比三家 因為接下來就是炒買家 就是大家那些 你看有的人炒賣的高 有的人長在地這樣 就看時間 假的倒不會啦 因為我都有配合的朋友 就是幫我在鑑定他們的事情 配合的朋友 配合的一些廠商 就是朋友 他們是我的朋友 我印象當中我第一次入圍的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 融獲無醜的自己這樣 紅毯無醜 所以呢這一次呢我一定會 雪恥 我絕對不會再纏臉這樣 那上一次呢其實只是 就是造成就是心裡面想要穿的一些比較搞怪啊 這樣 對於一般人比較搞怪啊 然後一般人會覺得就是這樣穿就是不得體這樣 所以說因為身為一個電堂 電堂 所以說我們應該要穿著就是比較有電堂的樣子 所以說這一次呢我就會穿著的非常的帥氣 對於是要爭丁一甩 爭丁一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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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是 不會再殘領乳 豬蟲的比較好 你又替人管道館 以後他找你就會說奇怪事情 我絕對不會答應 我絕對不會答應 那他跟你說什麼 你是不是想穿的對襯 對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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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說我穿桃子 他穿桃太桃子 反正呢 穿什麼都可以 我可以配合 就是講好 但是我絕對不要再殘留理從 那當你不知道有多成果人當家 你這樣就是送手 就是手 是我經紀人 然後還有小葉姊 就是我的那個製作人 大家告訴我 然後那時候 我心中的大石頭終於放下來了 因為前一天晚上我根本就沒有睡 睡覺 我就很緊張 我害怕 就是擔心就是沒有入圍 就連門票都沒拿到 就太糗了這樣子 嗯 我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 有入圍了 我真的就非常的滿足 但我真的也是希望就是 可以幫學長KID還有憲哥 拿下3.8 對 這座如果再拿的話 3.8真的太帥了 對 那也是我的開始 對 也見不見這什麼 因為這 就是現在我說有沒有帶賽 嗯 見不見證明 帶賽有兩種說法 對 一種就是好 一種就是不好 還好現在目前是好 嗯 所以之前相對的說 我主持的功力 你可以說我表現得不好 但就是主持就是 就是鄉民就是給我的意見 我都會聽進去 對 然後主持功力這件事情 當然是每天都要學習 應該就是在這個演藝圈裡面 每一天都應該要學習 出外景 我出外景要學習 在旁邊 我在旁邊要學習 在憲哥旁邊 當然就是 絕對是不太好 對 誰都一樣 對對 最大的敬敵是誰 最大的敬敵當然是自己 所以說我就在身上 在自己身上 就是花很大的力量 例如說健身啊 然後讓自己保持的就是 比較好的體魄去面臨關卡 對 所以就是 加入一年了之後 就 現在就非常的 嗯 非常的開心 然後 為什麼會非常開心 因為 比較有認同 比較 對 那憲哥在第一時間 有給你出手 憲哥在第一時間就是 給予鼓勵嘛 然後也告訴我就是放輕鬆嘛 呃 就是 終於不要那麼 終於不會那麼緊張了吧 類似這樣子 那當然憲哥一直都是大家長 所以說 一直都給予我們很多鼓勵 然後 給予我們很多的指教 呃 比較長就是 告訴我們不要去那條路 然後 不要往裡面走 這樣子 這種概念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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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沒辦法把它發言啊 因為 對啊 這個 我相信 這是好事嘛 至少家裡面 就是 家裡面一定會有一個人的機率比較高 這樣 這樣蠻好 所以這次我來想要感謝 特別感謝誰 這支援的機率 我感謝我的團隊啊 感謝我的工作夥伴 然後 感謝就是 我 我的粉絲們 對 一二三 五六四 這是我入圍 就是被選中的數字這樣 一二三五六四 呃 這些粉絲們就是 幫我推向萬大 然後讓我 可以在萬大 進行發揮自己 呃 也學習 所以真的很欣賞大家 因為當初如果 不是他們投我這一票的話 呃 呃 我也沒有得及 所以大家可以哭嗎 哈哈哈哈 你是說沒有入圍 呃 沒有得獎哭還是得獎哭 兩個 兩個都是哭啊 老實說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對啊 而且 我也是抱平常心啦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 我應該就是 也是平常心 對 但得獎 有沒有 有得獎的話 我就不知道我不會哭 對 對 那你有沒有覺得 那你之後的計劃 還是下次看到你就直接 是在進行發揮 啊 呃 接下來我就要去萬大的五週年 對 呃 下 這禮拜 今天禮拜天嗎 那就是這禮拜 這禮拜我就要去五週年 然後這幾天也就會有一些 呃 記者會 就是萬大記者會 告訴大家我們去哪 其實目前為止 我也不知道 對 然後接下來可能 呃 可以宣傳一下嗎 10月13號我在 那個三創有個演唱會 希望大家還支持一下 是 那些人 我也會有很多 在那些人